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ello 各位大家好 欢迎来到 忍者必须死奇闻共享系列 这个系列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最近在人界发生的一些奇葩事情 或者是一些非常神奇的 思考逻辑的事件 总而言之就让我们来看一下 最近发生在人热之王这个家族的一件小事情 好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一次事件中的人了 首先是Gami Gami是这一次事件中的主角 然后再来是微风 他是Gami的机甲师 还有就是午夜 午夜是这一次的嫌疑人 然后再来就是我 我就是北一 然后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人 那就先不管 好 那我们来讲一下这次的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好 那我们就开始这次的故事吧 首先有一天 大概在前天吧 8月14号的时候 有人叫我去看一下任心调那边 好像有人在暗示着什么 所以我就开上去了 发现这位Gami 他在说 诶 他的他 嘎猫号被登了 然后原本的两张明珠全没了 然后他请人上去看 然后结果真的没了 然后他 他也没有说是谁吧 他做这些事情的 然后他就马上接着说 诶 他就骂了一句脏话 如果下次遇到忍亡 主战打忍亡 嘎猫直接放头目 微风说要打爆他们 然后大家问他发生了什么 他就说不需要知道太多 反正遇到忍亡 就是他们上就好了 所以我看到这件事情之后 我就马上去问了 他的机甲师就是那一个 对 然后问他说 诶 有人给我看了这件事情 那觉得这句话是在暗示说 你觉得是忍亡的人分解的 需要我去帮他问一下唐宝 唐宝就是忍者的VIP客服查证一下吗 然后不然为什么他要说 诶叫他不要问 那为什么要打爆忍亡这样 然后我征求他的同意之后 我就去查了 然后去跟他要UID 就去问了唐宝 顺便问一下 诶那你真的觉得是忍亡了吗 然后他也觉得是 那我就问他是谁嘛 然后他就觉得可能是无业 然后他的资讯来源是基于 咖米给予他的资讯 因为他是他的机甲师嘛 总之当下我就去问了忍亡的所有人 诶 有没有人去登了咖米的账号分解他的东西 大家都说没有 那我目前问是没有嘛 所以我当然问了无业 因为无业是首要怀疑对象嘛 所以我就去问无业 然后无业连他 嘎猫是哪一只号他都不知道了 所以当然不可能啊 然后微风 呃 机甲师B也说 反正就是嘎米说的 那 总之他还贴出了一些怀疑的人 啊 一个就是无业嘛 一个就是我嘛 北一嘛 北一就是我 然后再来就是 微风女友单纯跟他自己 诶他还知道是他自己耶 有可能是他自己耶 那总而言之 我就去问了糖宝 因为 其实我也没有账号啦 上次登过咖米的FB 已经是三个月前了 我不可能在三个月前分解 他改完密码 帐号密码 改了不知道多少次之后的 三个月后的图卷吧 不太可能 总之我去找到了糖宝 然后去问他说 诶有件事可不可以请你帮忙问问看 看能不能知道 就是 给他那个UID嘛 去问糖宝 因为VIP客服人真的很好 就是我问他说 诶 这是账号说他被登入了 然后有两张明珠图卷消失 然后想请问糖宝那边 可以帮忙看看 这是账号是否有分解图卷的动作 然后能不能知道在哪里 啊糖宝当下是没有回啦 然后隔天他终于回了 他就说 问我说 诶这张是图是什么图啊 确认是图卷不是残卷对吧 我刚刚我跟他确认完之后 他就查了一下 跟我讲说 6点55分的时候有分解一个图卷 然后那张可能是好像是S级的 没有看到他近期变动的状况 然后我再次确认之后 糖宝是说没有 然后我那时候就 当下我就去认星鸟的群组 找了 嘎米同学 对 总之他在这段期间内他就一直问说 诶 宝物被人分解后官方能查到谁的分了吗 他的前辈搞了 10单在藏宝图上面 哦 10单哦 10单是多少勾我也不知道 总之就是很多 好 那我问完糖宝之后我就去找了 那位怀疑人王的嘎米同学 我帮他问 总之 我问好了 我下面就把糖宝的对话贴上去 跟他讲说 那个时候他就分解了这些图卷 然后但他就是很执着说他一定有东西被分解 他就拿出了他之前丢在他的 嘎猫群的图片 跟我们大家讲说 反正他 8月3号前他就换了一张明珠出来 活动结束时他还有一张明珠 那为什么他不见 然后我那时候跟他谈了一下 觉得 他好像似乎真的有记住他好像有这张图卷 会不会是糖宝那边有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当下我是问他说确认有这个东西吗 然后看他有没有登录记录 还是说他真的怀疑忍云这边真的有上过他的号 忍云这边上过他的号只有女友 女友就是 上周五的时候请假忍云的深渊去帮他代打 那个 任心鸟的深渊让他可以装逼他打超高之类的 然后既然他如果暗示是我们这边分解的 那也只有女友有这个可能性 总之他就很坚持他有这个套装 然后现在那张明珠不见了嘛 然后他说他们根本不可能分解 他根本没有动 然后又持续问说有没有人可以把他问问糖宝 销售的东西到哪里去 4万勾的东西 其实实际上一张明珠只要2万勾就好了 他既然想要翻倍要的那就翻倍没关系 那 总之他又开始怀疑说更新 是不是更新完他的图卷被吃掉了 然后 然后我后来就去问了糖宝 就是再仔细问一下 这 呃 同一时间啦同一时间 就在这个同一时间 就是无业 因为他被怀疑嘛 他就很生气 因为他没有做这件事情 他就跑去有Gami的一个群组里面 atGami说他没有做这件事情 然后FB登录记录不知道几百年前的 他叫他清除干净 然后Gami就说 我没有啊我只是排除我没有在抹黑任何人 只是从他换图卷开始有登录FB的装置 然后有我 有女友单纯微风跟无业 问题是首先无业的装置不是手机 无业是平板 无业没有手机 再来就是我 我是三个月前才登录的 请问他8月2号以后 他所有的登录装置有包括我吗 然后我就请他拿出那个记录给我看 我请他拿出来 他说 装置不见了 记录 因为他改密码装置完全不见了 他把他把记录给弄没了 对 然后 我问他说那你能不能拿出来吗 他就拿不出来啊 然后他说不管 重点就是我现在明珠不见了 是事实啊 然后叫我去问VIP客服 所以什么意思 就是他东西不见了 他就随便怀疑一个人 就是你 你要去帮我找出来 谁把我东西弄丢了 对 他先随便去暗示说 忍亡这边把他的东西搞没了 然后再来就说 你可不可以帮我去问一下 是不是 是不是 是谁把他弄不见了 我想说反正我都被怀疑了嘛 我就 做事情做到底嘛 那 反正就跟他吵完之后 我就继续去问了唐宝 嗯 反正我那时候有跟他吵了一段时间 就是 反正我跟他讲说 你在查到之前 你就先去任心聊那边 讲出这种很不负责任的 有暗示性的发言 说要打爆忍亡之类的啊 但是他就硬拗说 打爆忍亡不是我说的 是微风奖 然后还扯到什么上次 因为怀疑无叶是因为无叶 在两个月前去抢登的嘎咪 还一个月前去抢登的嘎咪 是另外一支账号 无叶完全没有嘎咪 然后 反正他就 请我说 可不可以把唐宝的line给我 什么不除雷丸这件事情 不知道来龙去没有 我不会道歉 因为他没办法确定 是不是我们搞的 所以他要确定完才道歉 所以我就只好再进一步去 把他问唐宝说 到底有没有人 就是 不然他也不知道那张图怎么不见呢 他问我说他的图为什么会不见 然后我问他说 你问我干嘛 我又不是你的机甲师 那平常在你号上的人 嫌疑应该比较大吧 我唯一一次上过他的号 就是三个月前了 那 他反正他就要等事情理清清楚 才要道歉 女友也跑出来说 他那天在上班 也没有空去等 而且他干嘛分解 分解嘎咪号 然后图卷对女友来说也没有什么好处啊 然后再来我就去问唐宝了 因为他很坚持嘛 而且他现在从两张明珠的数量减少到只剩一张明珠了 你有发现吗 他说时到只剩一张明珠了 然后我就请唐宝再次仔细的去查看 然后唐宝知道说他8月3号 他在凌晨7点22分49秒的时候 有获得了一张SS明珠图卷 但在8月12号早上6点55分26秒的时候被分解掉 也是这张SS图卷 但同一时间他分解了很多张不同的图卷 有可能是被分解掉的 很多哦 我问他说分解了什么 他说先分解了一部分S图 又分解了SS图 然后我就问他说 有没有同时进行什么操作 因为我怀疑当时是 嘎米想要合成宝物缺龙血 开始分解 他自己分到的 然后唐宝说这个操作比较大 请本人去找客服查 总之在同时嘎米好像也自己去问了客服 然后我跟他讲说 唐宝查了这几天的 然后发现他有一天分解了一堆图卷 然后嘎米就说没差 反正已经处理好了 就是被盗号了 官方在帮我申请可以把明珠返还回来 可以申请回来 然后他就道歉了说 对不起不好意思 误会你们了 现在要回来就好了 然后我就 你当初为什么不截图FB登录记录 虽然第一时间要把记录洗掉 我就想说他是不是有鬼 就是 为什么要先把记录洗掉 然后他洗掉记录是 发现图卷不见之后才把记录给洗掉 已经是两天后的事情了 这是8月 这是今天的事情 就是他发现东西不见了两天后 总而言之就是 他在8月12号把那张图卷不见了 他8月12号那张图卷不见了 他8月14号发现之后 他就把登录记录全部洗掉 重改密码之后会洗掉记录吗 我是不知道啦 但是他把记录全部变不见了 然后我问他说记录有没有 他说他没解读到 然后他就叫我替他跟午夜说对不起 然后这件事情就这样过了 他前面暗示说是人亡干 就这样过了 然后就这样对不起误会你们了 查清楚了就没事了 好 然后不管 先不管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怪怪的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对 好像有小丑 就是好像某人是自己分解的哦 就是因为他嘎猫号有自己个机甲式的群组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 有没有可能就是他那天有做了什么事情 请人家去查了一下8月12号早上 他有没有做了什么操作 然后就把他这个对话贴到任性调群组 跟他讲 就是仔细看 我们来看一下那张图 在8月12号早上6点53分的时候 他想要做二勾基达摩 哦不对是三勾 二勾啦 二勾基达摩 然后这个时候 来我们看一下右上边怎样这张图 这时候他的龙血是8222 然后他做了什么 他想要做出二勾基达摩 他这个时候发现他龙血有缺 所以在两分钟就是6点55分 也就是唐宝跟我讲说 他图券被分解掉那个时间点 他又传了第二张图 他龙血变成1.15万 很明显的他分解了一部分的图券 去把他变成龙血 跟他 然后并说要做三勾 干出来跟他拼了 然后在6点56分的时候还说 大家都不要动图券商店 这几天我来刷 我跟他拼了 好 这件事代表什么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其实那张图券就是在早上 6点55分的时候被他自己分解掉了 我请人去找到了这个记录之后 我就跟他讲说那妮可真是天才 如果自己分解算是道号 那很厉害 好 总之他又开始 我没有分解啊 干怎么又变成我了 不是被道号吗 我们不是已经跟客服吵完了 就是被道号啦 客服要还我图券啊 他总会变成我了 他那天真的没有分啊 他是用勾玉买龙血 勾玉可以买3000龙血 我是不知道啦 勾玉哪里可以买3000龙血 然后还有储子 跟鸡大膜没有关系啊 总之 这个也不是我去抹黑他 是唐宝先给我分解时间 我才去找人 找一下当天有没有这个对话记录 刚好有人 看到说当天有人 嘎米讲了这个东西 我还是要我一定要去跟唐宝查说 诶 有没有龙血的购买记录 没买就是分解的 还有浪费了大概两个多小时 在处理这件事情 然后还有一堆人被误会 园区然后午夜整天都在EMO说 他被怀疑 然后跟他讲完之后 嘎米又跑来那个群组问我说 所以是我分解的吗 我想看唐宝全程说了什么 这就很明显了嘛 就有啥好说的就是他啊 然后顺便跟他 不然他就说他跟我没动啊 然后我就跟他讲时间点啊 那个时间就他做那些事情啊 然后不然就是他的秘书嘛 他不是说他有秘书 那你就跟他把他开除了啊 然后他又跳针说他52分在啊 然后后面微风问我说三沟加什么是59分 中间7分钟我在干嘛 诶 我们刚刚那张截图有看到吗 那7分钟不到7分钟哦 他在分解他自己的图卷啊 而且中间才7分钟 他被抢灯他就不知道 我阿嬷都不敢这样讲啊 更何况 从头到 从他分解完到分解 分解掉 农血变多这段期间 根本不到7分钟 最多3分钟 3分钟被抢灯 你会不知道 你会隔两天之后才说 诶 我东西被抢灯了 我刚才改密码 怎么可能 然后博瑞才超坏 给他一个小丑鼻子 跟他讲说你鼻子掉了 然后这时候他才道歉说 对不起我只是那时候怀疑 然后我跟他 他那时候 我好想误会你们了 我说那你还真敢想 他说北一无业 我好像误会你们了 好想误会你们了 然后我说你还真敢想 然后他就说 我有装置登录啊 为什么不能想 一个一个查自我权益吧 怎么好像是我分的 啊怀疑不等于是吧 我怀疑你们 所以我直接到任性聊群组 说是要打爆忍亡 啊这个 这不一定是吧 我只是怀疑啊 我哪里有 然后我叫他记录拿出来 他也拿不出来 他说他没有删记录 只是记录被他弄没了 所以他没有删记录 只是不小心弄不见了 然后我就说 那你东西不见你 第一时间不是应该看 是谁干走你的账号 他说 那不对啊 东西不见了第一时间 不是应该要改密码吗 重点是 这东西不见了有几天 两天了 2 days 2 days ago 你当下你居然不是先去看 是谁登录 你是先去把你记录全部 密码改掉 然后把记录删掉 更何况 FB被盗 算了 忍者的死绑是什么 是信箱诶 你信箱是死绑 你有死绑的 你说你被盗了就算了 你人 都知道 你有信箱了 你总会先去 赶快赶紧去把FB密码改掉 然后 反正就是 讲完之后他理亏了嘛 然后他转头 诶等等 北一是谁把他嘎猫号群组的图给我的 诶 转头来问我说 你怎么取得人家 他当天早上 6点52分到55分 他在干什么的 然后他就要 开始抓他们群里的内鬼了 这就是忍亡的人干的 然后说 诶是谁截图的 然后我只能把柏睿也卖了 然后 柏睿当下就被踢出他们的嘎猫群了 然后 然后他就开始 诶不知道这次嘎猫群有这次绑的打法吗 你这样截图大家都不知道了 而且我们还公告的那么明显 然后北一你还丢任心群想搞我吗 高顶佩都能打绑 然后 然后他就说 高佩也可以 你家族的人你要不要处理一下 你要不要道歉 他想要我处理说 我把他之前的对话记录贴上去 然后我们来回去看一下 那个时候上面有什么东西 卡牌 三两败 写字器 拔刀数 好 请问一下这句话我可以看出什么 我什么都看不出来 再来 请问一下这次活动里面 有用的卡只有哪些 拔刀数两败 再来精通 写字器 好就这些卡而已 你要排列组合 啊不就那是那几张 所以我当下就回了他一个问号 蛤 什么东西 完全没有发现他的公告是有什么 有用的打法 然后他就说 博瑞截图你跟着发到任性调去 啊这个打法我直播早上讲过啦 我就说是拔刀数加两败了嘛 大家都知道拼绑就是这样啊 啊大不了两败搭配血怒啊 我影片里有放啊 这基础啊 而且无业昨天已经把这一套打法跟我讲说 他觉得这有料 他明慧前几天就已经刷绑刷出来了 然后他还说 哦不是哦 那个血量精算后 我没有说两败这东西要几张啊 你把要三张两败发出来了 请问一下 我说四张 我说两张 我说一张 这是说就可以知道的吗 每个人配置都不一样 然后还说什么 我贴出这个打法 跑出来这样 哦让他们的打法外流 他觉得很不OK 好啦 那就这样啦 我就很不爽啊 我就说啊不然好啦 我们把全程讲出来嘛 让大家来听听看这个忍戒奇闻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总绑师就这样 这就是这次的故事啊 后来我也去问维峰说 你真的觉得 这个三两败拔刀術写之切的打法 是你们专属的哦 维峰就是跟咖咪讲这个打法的人说 这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尝试吗 所以真的只有咖咪把他当汉堡啊 这不是大家都知道啊 不知道请记得去翻一下我 昨天上传的影片 那个影片里面有详细教学大家要出什么卡 戴什么装 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再见 那记得真的去看一下影片 真的超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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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